那时候,法利塞人商讨,怎样在言谈上就耶稣落入圈套。 于是,法利塞人派自己的门徒和黑洛德党人到耶稣跟前说, 师父,我们知道你是真诚的,按真理教授天主的道路,不顾忌任何人,因为你不看人的情面。 现在,请你告诉我们,你以为如何,纳税给凯撒,可以不可以。 耶稣看破他们的恶意就说,假善人,你们为什么要试探我,拿一个税币,给我看看,他们便递给他一块得纳。 耶稣对他们说,这肖像和名号是谁的,他们对耶稣说,凯撒的。 耶稣对他们说,那么,凯撒的就应归还凯撒,天主的就应归还天主。